有關博彩稅 大家知道 佔了我們整個收入超過八成 這就是我們現在單一的產業 造成單一就業的被動情況 你指8月3日 9月24日 對我們的博彩稅一定是有影響的 所以在收入方面 我們都會進行評估 所以今年年底我們會再申請多一次的預算修改 來到在我們的庫房再提取一些積蓄 我想講一講這筆市民的血汗錢 怎麼用好它呢 是非常之重要 我們有足夠的資源 未來我們在復甦道路裡面 是會相對比較順利 所以資源怎麼用呢 是非常之重要 怎麼用好的話 我相信市民心裡面有八尺